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个传媒机后你们好 我是油尖警区刑事偵緝总督察邱宇昕 接着流来警方会就着一宗 在2021年9月30日 傍晚时候在尖沙咀区发声的一宗 慈械行劫案组织一个简报 开始之前我想就着这个机会 向公正发出几个重要的信息 第一 对于这一类型的慈械行劫案 我们警方是非常重视 我们会不眠不休 去将兇徒辑捕归案 而且慈械行劫是一项极为严重的罪行 一经定罪 最高的刑罚是可以被判终身监禁 任何人士都不应该以身示法 第二 市民如果想和一些素未谋面的人士进行交易 尤其是在一些自己不太熟悉的地方 就应该打醒十二分精神提高警觉 以免不发之徒有机可乘 最后我想重申 我们警方是不会容忍任何暴力行为 我们有能力也有决心 去致力确保社会社区的治安稳定 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 接下来我就会说大概案件的撮要 一名中国籍的受害人 他在网上相识一位不知名的卖家 我称自己有一些高价值的名贵手标出售 其后这名受害人被这名卖家 相约于在2021年9月30日傍晚 在尖沙咀的摩地道对出 以七十一万五千元现金港币 去购买三只名贵手标 受害人到达交易地点之后 随即被两名在现场已经埋伏的 中国籍男子用刀威胁 并且抢去身上一个 再有七十一万五千元港币现金 以及身份证明文件的背囊 兇徒得逞之后就迅速逃离现场 等随了两私家车去逃去 警方接报之后 油尖警区刑事部随职作出调查 经过新入调查之后 以及经过大量的闭路电视翻阅 警方成功迅速地锁定了 涉案人士的身份 以及牵涉案件的车辆 便于在10月1日至2日 作出一连串的拘捕行动 分别在旺角、游麻地、东涌 分别拘捕五名年龄介乎 为29岁至46岁的中式男子 当中包括涉案车辆司机、刀手 和看取角色等等 现阶段案件交由 油尖警区第10队刑事支援队 负责跟进 所有的拘捕人士 现在都被扣留调查 警方的拘捕行动 依然进行中 不排除会有更多的拘捕人士将来 简价是这样 好 接下来是问答的时间 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发问一下邮Sir 阿Sir可否形容一下他们用什么刀 以及涉案的私家车 是偷回来的 还是哪位人士 根据是一把大概一尺长的牛肉刀 关于涉案车辆 未有资料显示 是被偷回来的 你好阿Sir 星岛 我想问一下 五名AP的关系是什么 以及他们是什么职业 本身 无业和他们都是朋友的关系 他们真正的过程 生命关系 都是我们的调查方向之一 请问还有没有问题呢 好 如果没有的话 今天发布会就完成了 谢谢各位 谢谢阿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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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谢谢阿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